大家好 今天教大家怎么做土豆丝最好吃 教大家一个饭店的做法 先切一片 粘在刀上 这土豆丝泡水里面 就有效的去除它的生粉 炒起来就不会粘锅 这是一个小技巧 这一步我们来切青红椒 后面给食材上色 配色 稍微切点葱段 提香 准备好蒜米 稍微切碎 把它上面的淀粉给清洗干净 加点盐 再来点食用油 加食用油就是让后来出的菜品比较稍微量滑一点 下入土豆丝 稍微把土豆丝水开煮个一分钟 煮至透明像这样子 就可以捞出来了 稍微用冷水给它冲洗一下 让它更脆一点 把锅烧干 稍微下点底油 滑一下锅 把底油倒出 下底油 然后先把辣椒干爆香 千万油温不要太高 油温太高辣椒干会黑 就直接小火开始了 然后下入蒜末 把蒜末炒香 再下入土豆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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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习惯 像这样的土豆丝不粘 炒至稍微透明微黄就可以了 下入青红椒丝 稍微下点酱油 上上色 调一下味 稍微下点盐 翻炒 就可以出锅了